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让我找到想收藏的 梦幻Intel 10代黑苹果迷你电脑小主机 为了找这台Intel 10代迷你小主机 我每天都会固定在拍卖网站上面找啊找 最后终于在大陆淘宝的一位卖家中问到 刚好有几台库存品 而且卖相还不差 但可惜他告诉我 他不能直接发货寄到台湾 要我自己想办法转仓转寄到台湾 哎呦,那有什么问题 我都找了那么久 就差不多快要放弃了 现在出现机会 我当然一定要抓住 不能放开啊 所以这台迷你主机 运为台湾的运费是比以往产品贵了不少 但现在已经寄到我面前 这都值得算不了什么了 好,那来开箱看看我买了哪一台迷你电脑主机 哎呦,还不错嘛 打包固定方式非常有水准 比用报纸包一包就寄出的好太多了 那首先来介绍我买的迷你电脑主机 登登 我这次选购就是外型大改款的 HP800G6桌上型迷你准系统主机 这次改款的前面板回加大斜边开口来增加进气量 完全不同前几代设计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努力找它的原因 而且这台在上盖处有接近9层大面积散热孔 也因为这样夸张打孔设计 这台官方标示它是可以支援到Intel 10代i9 10900K CPU 你没有看错,它就是这样写的 而且它还可以一路从高阶CPU用到最低阶文书CPU也都没有问题 可是请注意,如果你要用到i9或i7的CPU 出货前跟你卖家询问是不是配上150W外部电源供应器出货 或是可以自行换购更大瓦数的电源供应器 不然寄回台湾要再找真的很麻烦 在它底部就完全没有贴上准系统的规格资讯 真希望它是库存品而不是回收二手品 在前面版IO插孔有一个USB3.2 Gen2 10G Type-C 在旁边的Type-A也是USB3.2 Gen2 10G 右边这个Type-A是USB3.2 Gen1 5G 比较慢一点速度连接附 但有支援手机快速充电功能 一个麦克风和耳机复合端子插孔 最后是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上方处就是这次大改款的重点 加大进风量的斜切口设计 在背后左上方是CPU散热出风口 下方有两个DP1.4输出孔 一个USB3.2 Gen1 Type-A 5G 这上下一组则是USB3.2 Gen2 Type-A 10G 这里还预留有扩充孔 看你要加装HDMI、VGA、USB-C 以太网路插孔都可以 相对也会增加你购机成本上荷包啊 最右边这个Type-A是USB3.2 Gen1 5G速度 一个RJ45 1G以太网路插孔 最后是电源插孔 上方处也留有独立显示卡 出出孔位但真的很细少 用的人也不多 我也没看过食物长成怎样 再来是和砖头一样大的外置电源供应器 卖家是提供120W和180W给我选择 它市面官网标配150W 那为了预防将来有机会 捡到便宜i9 10900K来测试 我是在家前充满买最大180W来配合使用 虽然真的有够巨大 带出门也不方便 但足够电力用起标规CPU也让人安心一点 而且180W的电源插座 也改用一般大众T字型规格插头 而不是梅花型插头 要找T1电线就更方便许多 而它附的电源线就是大陆欧规的三角插头 在台湾你只能套上转接头来用 好那产品开箱介绍就先到这里 快来把它组装起来测试吧 而它的打开方式都和以往机型一样 就是这颗手转螺丝放松再把上盖向后推 咦?再向后推? 哦?我的妈呀!怎么会卡那么紧? 有过难拆的? 还是说大改款后有增加其他卡扣固定? 不行啊!先来大力出奇机用力扣看看 咦?还是不行? 一样卡实实的 咦?怎么打开啊?怪了? 咦?打开了? 原来是要从底下凸起处大力一推就可以打开 出力来开启 原来是这样子啊! 哇!我的天啊! 这内部零件也太干净了吧! 散热器的周围一点灰尘也没有 这台真的有使用过吗? 连在上方黄铜散热器片 也是闪亮如芯跟黄金一样 天啊!不会运气那么好 说到全新未使用的库存品吧! yes!太棒了! 几乎接近10层新品 好!现在快来安装其他零件 看看能不能使用 不能开机用 也是废物一台 哇!看到这新到发亮的黄铜散热器 真的让人心情特爽 哇!没错没错 这台确定是库存品没有使用过 因为在上面的散热膏 还是完整如初未使用 你一定会说 它擦干净重新上散热膏不就好了 可见你应该是没有装过散热器 只要有装过的人 都知道散热膏很容易会沾到处都是 而且最难清理是卡在锅槽里面 真的要插到100%干净 难度真的太高了 所以在对比一下800G6的散热器 真的是干净如新啊! 在MOS的导热TA也是新到不行 一点使用粘到灰尘也没有 连在上方CPU散热辅助风扇 也是干净没有灰尘 再看到这整片黄铜散热器结构设计 现在你说它可以上到i9 10900K 我现在可以相信了 把i9降一点限制一下电压 用这一整套黄铜散热器应该是没有问题 看它三支导热管输出 再一个辅助风扇散热 真的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不太放心 那建议还是改用i7 10700K 应该可以爽爽的用都没有问题 老实说这小主机用到这么大一片黄铜散热器 真的让人很震撼啊! 而它的CPU散热风扇是设计为分离式 一方面让你可以方便替换在下方记忆体 而方便摘下来单独快速清理风扇灰尘 而它的记忆体是DDR4-2666和2933的传输速度 最大支援到64GB M达度插槽有两个 但只能用2280长度规格 一个M达度PCIe的2230无线网路插卡 它也有预留天线组给你使用 在左前方有一个内建小喇叭 放音效果比前几代好很多 算可以听清楚音乐等级也堪用啦 而这一台其他扩充插槽都有留在上面 并没有空和没有东西 只是我现在选用黄铜大主散热器 你能扩充大概只有多一组HDMI、VGA或是USB-C来使用 要再扩充网卡和独立显示卡 应该是没有空间、没有机会了 好内部大致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把它组装起来测试吧 首先是记忆体 我是使用DDR4-3200MHz 16GB两条 组32GB走双通道 因为要来当黑果机 剪影片使用当然最少要32GB才够用 而且如果你看过苹果购机加到32GB的黄金价格 不吓死你才怪 CPU是选用i5-104006核12执行序 最大超频4.3GHz TDP有65W 那为什么不选用i7或i9CPU呢? 没办法 这是预算有限 而且10代CPU现在也不知在贵什么道理 卖的价格都快追平12代CPU 而且我这颗还是和卖家讨论后 走第三方寄货才能便宜用3500元入手 就先暂时用一下吧 MD2 SSD先用我手上替换下来的PCI 3.0 500GB来当主系统 另一支A2100TB用来储存档案用 无线网卡是用免驱动BCM94360NG 我个人比较喜好用这一张 因为在连接Apple无线耳机 它的稳定性比较好 也没常发生断断续续连不上的问题 好 全部完成 自己要准备组装的零件 最后把散热器锁上固定 再盖上机壳外壳就大工完成 好 全部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现在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2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是Geekbench 6跑分测试 单盒有1388分 多盒有5514分 这成绩就是老老实实在使用 Intel时代CPU的Mac电脑表现 现在回顾起来 当时Apple分手多年合作的Intel 是很聪明的选择 而在OpenCL和Mato的跑分 Intel时代CPU成绩完全是被踢出排行榜之外 完全看不到可以比对的成绩 现在完全是苹果M系列CPU的天下 接着在R23的跑分测试 目前CPU的TDP约在63W CPU的频率最高是4.0GHz 内建的黄铜散热器可以把CPU温度压在78-80度之间 CPU使用率能达到98-99%左右 机身这时的噪音约在51分贝左右 还算可以接受 可是看上面数据说这台可以用标压版i9-10900K CPU 但它的效能真的被限制很多 无法全速发挥 我觉得i7-10700K就差不多是它的设定极限了 那最后得分为7940分 还是一样Intel时代CPU的标准 在YouTube上观看4K 60帧影片是顺畅完美播放 再转换到8K 60帧播放 是有点卡顿不太能观看 对时代CPU的内显应该是极限了也不勉强 最后在影片剪辑 如果是使用Apple自家Final Cup Pro 用1080p剪辑是非常的顺畅 当你点到哪里它就播放到哪里 一点卡顿的感觉也没有 如果要上4K剪辑也勉强可以 只要你的记忆体要够大 M.2 SSD运算空间够多 它也是能达到你的需求 我也试着把1080p11分钟影片 用i5-10400的内显输出影片 它大约可以在6分钟完成输出也算堪用 而且在渲染输出过程中 都没有出现荡漆或是失败跳出停止运算 真的就不想求太多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必须再次证明 我会买这台 纯粹只是对这Intel 10代CPU 末代黑苹果机的收藏和回忆记录 并不想引起大家的比赞和对骂 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乖乖去买一台 苹果Mac M系列CPU电脑来用会实际一点 也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讲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